我們看看這題喔 他說力萬有一個部數叫力萬 虛部是二 部數力度它十部是三 那把力萬僅掉於力度的虛部是三 力萬乘三力度的虛 十部是幾 十七 求力萬是多少 題目大看之下有點複雜 沒關係我們慢慢按照題目的方式來假設 他說力萬是幾 虛部是二 所以說把力萬怎麼假設 把假設成A加2I這樣行不行 力度的十部是幾 三 所以力度來把假設四幾 3加BI行不行 所以力萬虛部是二嘛 把假設A加2I 力度的十部是幾 把假設成3加BI 其中AB都是什麼數 這樣行不行 按照題目的意思 好不好第一個 把力萬減掉力度這樣行不行 一相減之後十部減掉十部 加算虛部減掉虛部這樣行不行 相減之後他說虛部的地方是幾 3 所以說我知道2-B 等於3 所以說算出來B就是幾 1-1就出來了 第二個 老師可以知道 第二個他說力萬乘上力度 把這兩個相乘 也就是把A加2I 乘上3加BI 那這兩相乘 什麼乘 乘法有什麼率 分配率 一個一個乘 A乘3 3A A乘BI ABI 2I乘3 6I 他乘它 他乘他 加上2BI 平凡 這樣行不行 其中這邊值 I平凡是多少 -1 所以2B乘-1 -2B 所以說這邊可以合併成 3A 減掉2B 加上 AB 加6I 行不行 屏幕說十步是幾 17 所以說我知道 3A-2B 會等於幾 17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那你看一下 基本上B是幾 -1 帶進來 然後 -2乘-1 2 1過來 3A等於15 所以A就是幾 5 寫到這邊之後 老師可以知道 把它帶回去好不好 所以說我知道力萬是幾 5加2I 這樣行不行 力度四級 3 前 I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題目求誰 力萬 所以力萬用五代 A加5I 示出來了 所以力萬就是四級 A加5I OK 把它看一下